假如你要想依赖一款小药钓好鱼啊 你这辈子都算废了 最近鱼剧圈里边又开始被一些人搞得乌烟瘴气了 弄了一些什么高达上的名词 什么水解动物蛋白 水解植物蛋白 什么多胎小胎小分子 还有什么控制鱼类的中枢神经 鱼类应激反应 我实在是没心情读懂这些高达上的名词了 剩下的大家去补充一下 总之啊 越是叫你听不懂越好 反正就是一堆高科技 不把你忽悠瘸了不罢休 关键是好多钓友们还就想走这个捷径 光想着得到一款无敌的小药 滴两滴喷一喷 然后就能连杆抱护 你就做梦吧 就我身边这条大河 你信不信我一抱老潭加几寸玉米 我就能把它打闭口 你要是靠那点小药连杆抱护 就等于在寻找长生不老药 兄弟们 行行吧 真要有这么厉害的小药 谁会在直播间里面去宣传 把它卖给你 开国际玩笑 直播间里面费九牛二虎之力 能卖几个钱 他还不如去大圆堂 打两场比赛 奖金一百万 一年不用多 去两次就行 弄他二百万 你还去直播间去卖锅干啥呀 对不对 去小姐姐的直播间 给他刷几个飞机大炮 让小姐姐给你上个台议 是吧 多刷 我见过钓鱼高手多了去了 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一号小药 能成为钓鱼高手的 所谓的小药啊 我不否认他对钓鱼有所帮助 但是他只是起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打竞技或者钓黑坑上 你适当的添加与不佳 能感觉到他的这个效果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说 在卫形和浓度上的变化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你们在钓鱼时候用过的小药 哪一个不是带卫形的 而且这个钓场好用 你换下一个钓场就不一定好用 有时候加还不如布加上的好 就好比一个川泰师傅啊 他开饭馆的 来了一批四川的客人 他多加辣椒多加麻椒 这个顾客可能吃的非常开心 但是呢 进来一批这个吃米南菜的顾客 你要是还加这么辣这么麻 肯定是不行了 对不对 所谓的小药啊 他就是这个道理 并不是说加上一点小药 就可以控制这个神经中枢 让他使劲吃 让他饥饿 还有一种直播版小药的啊 我不知道大家肯定都见过啊 拿一块泥板 喷上一点药水 放在水里边 这一下子水面就跟开锅里一样啊 这个大鱼小鱼疯狂的响食 你说有几个钓鱼人看了不动心的啊 大部分钓鱼人都在考虑啊 这个是不是真的好用啊 要不要买点试试 你知道我想啥的吗 这他妈怎么拍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以往的视频啊 我和我师父在钓鱼的时候啊 几乎就没用过小药啊 可以说我师父我就没见过用过小药啊 因为我知道啊 鱼是靠窝料流入的啊 并不是说通过小药把它诱过来啊 你只是考虑如何选择鱼道啊 怎么把路过的鱼留在窝子里就行了啊 窝子只要有鱼 钓上来它 那不就简单多了啊 大家可以给老孙点个关注啊 我随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右流钓的原理和具体操作啊 既然是分享钓鱼 首先你得会钓鱼 是吧 要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啊 不要把钓鱼人当傻子